圣经中 圣经中对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 父神 其第二个位格 神的位格 是描述很多 但对第三个位格的圣灵的位格性 描述的很少 除了先有马太十二章三十二节 十六节五章 几个地方 那几个地方还不够 你要几百个地方才够 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 从几个地方看 圣灵说 要为我们派师徒保罗去 圣灵有定义 圣灵有说话 圣灵与我们一同定义 你们不可犯奸淋 不可吃寄偶像的肉 你们不可吃热死的生物 那么这些呢 四个不可不可 是圣灵以我们定义 没有位格 这些是不能定义的 圣灵为我们担忧 没有位格的 是不能有这种深入的感觉 圣灵引到我们的思想 它是非常明理 而且把人引进真理的 没有位格的是没有理性的 所以在位格这个事情上 通常是从三个基本条件 定它有位格 第一 有理性 第二 有情感 第三 有意识 圣灵是有理性 而且引到人的理性 归回正义的 圣灵是有感情 因为你不可叫上帝的担忧 圣灵会担忧 圣灵是意识的 因为圣灵定义 你不可以吃这个 不可以吃那个 圣灵定义 要拆败谁 拆败谁 所以这样你要顺从圣灵 顺从就是意识 对意识的相互 我的意识 对神意识的相互 叫做顺从 我顺上帝的意识 那么有意识 有意识 有行动 有感情 有思想功能 而且会表达 他愿意 他的计划 说话 圣灵说 这些都证明 圣灵是有位格的 最重要一句话 圣灵的位格 是从耶稣讲出来的 我若不去 就对你们无意 我若去 就差遣 保贵师来 就是另外一位 所以他是一个位格 这样圣父是有位格 圣子有位格 圣灵又是位格的 圣经唯一没有讲的 是人向圣灵祷告 或者人敬拜圣灵 圣经没有说 我就向灵祷告 没有 圣经只说 灵就用说不出来的 叹字代替我们祷告 圣经没有说 我就传讲圣灵 圣经说 圣灵就帮助我们 使我们高级基督 圣灵就感动我们 使我们传讲基督 所以灵恩派是错误的 灵恩派大谈圣灵 而不是靠着圣灵 谈基督的时候 他们正在表示 他们是比别人高一等 因为他们有圣灵 你不过有基督 全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圣灵是帮助人 叫人去讲圣灵 圣灵是给人的力量 使人去传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